台南北門傳出有餘殿共生的文葛池 出現了大量死亡的異常狀況 有養殖戶月初是從雲林引進五池的五公頃 文葛來放養 沒有想到接連暴斃超過五百萬顆的文葛 苗是全部死光 損失上百萬 對此公部門也到場會刊 建議養殖戶要先救水質 土壤活體檢驗 瞭解原因 台南北門文葛養殖戶的漁民 拿起網子往水裡面一撈 滿滿都是暴斃的文葛苗 加上前幾天所撈起來的屍體 已經累積好幾代 養殖二十幾年的漁民說 以往都沒問題 今年開始變更餘殿共生的養殖形態 才剛放苗三天就出事 對比隔壁非餘殿共生的養殖池 文葛沒有出狀況 更加引發養殖戶的質疑 都已經溢掉了 以往市佣的過程當中 這二十幾年我們也看過這個情形了 對 到底是漁殿的問題 還是說 什麼原因 還是說時間的問題 我們沒辦法去 陌生也沒辦法去查褲啦 受影響的文葛池 大約有五池 每池放養約一百萬棵 台南市農業局 動保處也到場會刊 建議養殖戶 先救水質 土壤 活體做檢驗 希望以科學的方式找出原因 養殖戶表示 目前就先清理辭職 來曝曬等待檢驗的結果 但也強調 並非反對餘殿共生 只希望相關單位 能夠協助釐清原因 至於光電業者則強調 第一時間團隊 以至上關心與慰問 目前正積極協助了解 相關的狀況 協助漁民解決眼前的難關 記者文正恆 台南報導